明老師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參加 國史館在每個禮拜四下 為了推廣國史常識所舉辦的專題演講 今天有網路直播 所以向線上跟在座的朋友們一起問好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名譽教授 那也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董事長 林奇漾教授來擔任講座 相信大家對於林老師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以向陽為筆名所發表的 一系列的一個文學作品 更為熟知 大家都聽過向陽這個筆名 那老師以這個筆名 他幾乎是發表了一個等生的著作 那這個著作包括詩集散文集 還有文學重書 還有一文評論 那甚至還有歌曲創作 那這些文學作品讓老師獲獎無數 包括青年文學獎 青年詩人獎 還有吳卓流的新詩獎 還有更難的是有國家的藝文獎 還有台灣的文學獎 台灣的詩人獎 甚至有金曲獎的最佳的作詞人獎 那真是不簡單 那可是老師令我更覺得佩服的是另外一個身份 那就是歷史學者 老師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的博士 那他的研究專長除了報導文學 文學傳播文化研究之外 他還掀起台灣的新聞史 還有台灣的文學史 還有台灣的政治史 像我早期進行雷戰案的研究 就是受老師的著作非常多的啟發 那老師今天的要演講的題目是 詩寫台灣歷史容顏 真是好美的題目 那也充分彰顯跟結合老師 他兩大的專長 那老師今天會舉 在台灣已經有百年發展歷史的新詩為例 那對照相關的史詩來說明 這些詩人是如何以詩來 書寫台灣的史詩 那如何去進一步重塑台灣的歷史圖像 那聽說老師今天他會親自朗誦 他書寫跟台灣史詩有關的 他的新詩的創作 我們真是幸運可以一保而服 接下來就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林老師帶給我們 今天下午一個非常豐盛的文化饗宴 像楊兄他雖然頭髮白 可是其實他少我一歲 所以我有一點理直氣壯 不用太客氣了 因為詩人有桂冠 所以你要稱他什麼博士 教授 總編輯 可能都沒有比到詩人 這樣比較嫌疼 所以我想他最重要的櫃冠 名號應該也是詩人 向楊 因為我們剛剛副館長也介紹了一下 我想他是從媒體人變成學術界 應該是在台大得到新聞所的博士之後 學校要教授就要有一個 license 所以有博士學術就比較有發展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說詩人這個是 剛才講不是名號而已 就是從他年輕 他在竹山高中 開始創立詩社 大學的時候也詩社 不是詩詩 詩詩 所以這個是從青年時代就寫詩 這個是不論他後來當學者 其實也都離不開詩 文學這個領域 我們今天因為國史館 國史館做的其實是歷史的本業 或者歷史之前的史料的蒐集 這種工作 但是歷史要感動人 不容易 長篇大論或者歷史教科書 那個作用可能也是有限的 所以要在小說來寫歷史 音樂來表現歷史 他就要說詩來表現歷史 這個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包括已經出版了很多歷史小說 那你不能說它是虛構的 所以就不真實等等 它是為了表現歷史的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用小說 不論是長篇短篇 它都可以對於歷史 做比較好的呈現 或者說我們在國家音樂廳 這幾年常常會看到 那些天蔣未水在牢裡 那個要變成一個合唱曲 之前當然是根據蔣未水的玉中日記 但是日記要變成可以唱 這中間還是需要詩人文學的那個 台中的那個詩人叫 就是該下過 變成可以唱歌的 這很重要 我有一個族親 也是你們南部人 這個民間 陳千武 陳千武 他也是有什麼詩 但是我們那個章譜的那個族譜 就是他用敘事詩的方式 什麼時候從鹿港登陸 如何如何發展下來 我覺得很精采 比我們考證的半天來講 還更精確 所以詩來跟歷史發生關聯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值得探索的 難得向陽兄來這裡介紹 而且還會朗誦 這是我們大家留下這個影音的紀錄 我想對郭師傅來講 對各位來講一定都收穫滿滿 這次時間就夠好請揚 謝謝 館長還有副館長 勞動兩位讓我受寵若驚 在座的各位貴賓 各位朋友 第一次來到國使館 其實我過去去過國使館 但是都在新店 在長沙街 這是第一次 覺得相當的震撼 因為在這裡才能彰顯這個國使的重要的意義 在一個古蹟裡頭 我很榮幸也很高興 能夠有機會 應國使館的邀請 來談文學 跟歷史的一些小關係 因為我個人寫詩 所以我就想說 就乾脆用我自己的作品 來談談歷史 怎麼樣被一位文學家 或者詩人 把它轉化成一首作品 這當中當然會牽涉到虛構跟真實 就像館長剛剛所講的 不管是在我們台灣的小說 在我們台灣的詩裡頭 通常有很多作家 會用詩或者小說 來表述他對某一段歷史的看法跟觀點 甚至有些文學家 有時候還會想把自己也當成歷史學家一樣去考證 那當然不會像歷史學家那麼嚴謹 那他所依賴的是什麼 他所依賴的其實就是他對歷史的一種想像 那歷史的想像從某個角度來看 其實包括真正的史學家 也往往沒辦法不阻止 原因就是史料 史料 畢竟是過去的事情了 所以當我們收集史料 甚至包括口坊 或者到現場實地去考察 而總還有疏漏之處 那這個疏漏之處呢 要依靠什麼 如果用中國傳統的講法 要依靠史家的 史事 史財跟史德 就是他要有歷史知識 他要有歷史才能 他要有歷史的倫理 那個德就是一個倫理 那在這個史事 史財 史德 這個部分呢 它是填補那個歷史的空隙 他說找到的史料之間的空隙 透過這個空隙 一個史家去建構他對歷史的一個看法 或者說他眼中所看到的歷史 那麼所以這也就牽涉到 歷史到底可信或者不可信 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在過去在中國 三國志跟三國演義它就有差別 一個很明顯是正史 一個是也史 可是我們到今天 大概所認識的三國 都是三國演義的三國 這就是文學的那種想像 在這個地方好像更能夠感動 我們對某些歷史的認識 儘管那個歷史的認識 可能也只是虚构 那我今天的這個 也就是我個人從詩作的角度 去對我所認識的歷史 或者我所知道的歷史 或者我所經過的事件 在我寫的時候是新聞 經過二三十年之後 回過頭來看它已經變成歷史 所以我會舉一些我自己 詩的例子 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頭 我大概會先談一下 詩跟歷史的關係 那第二個我會介紹一下 我們台灣新詩的發展過程 簡單的說也就是一個 台灣新詩檢史 那這個部分會 我們按照過去我們對台灣文學的了解 可能會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第三個就談本土思潮 在1970年代的興起 最後呢就用我自己的作品 來做一些證明 也可以說叫補充 那再來一個結語 我也會留下一點時間 大概我們如果到四點結束 大概在三點四十到五十的時候 留下一點時間 跟各位先進 各位貴賓 大家交換意見 我這邊用的是海登懷特 美國的一個新歷史學家 也就是從後現代的角度去解釋歷史的 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學者 叫做海登懷特 他在他的重要的著作 1972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 叫《史源》 其實就是後現代的後攝歷史 那個Meta的意思是後攝的意思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大凡歷史素素 必定包含若干的史料 以及詮釋該史料的理論 理論性的觀念 我們在學術界也可以把它叫概念 或者藉叙事性的文題 也就是說故事的方式 也就是說故事的方式 來統籌兩者 以其將公認確實 存在於既往的事件 他的形貌加以重現 按照海登懷特的這個講法 所以一個歷史 它一定包括了 第一 史料 第二 史料 要詮釋這個史料的理論性的觀念 也就是歷史的一個concept 然後接著他要使用說故事的方式 來將這一段歷史 來將這一段歷史呈現出來 史料是科學的 一定要有拿到史料 有幾分證據 你才能講幾分話 這就是史料 第二個你要有理論 你要有理論基礎 或者要有一個概念 比如說我如果站在自由主義的角度 來談某一段歷史 另外一個人他可能站在社會主義的角度 去談那一段歷史 同樣一段歷史的史料都完全一致 可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 談的歷史跟從社會主義的觀點 談的歷史就會不一樣 這就是理論性的部分 他會有立場觀點 也就是史觀 在中國古典的講話叫史觀 歷史觀點那個史觀的差異 那接著呢 因為要講故事的方式 那當然一般來講 我們在傳統的史學的習慣上面 認為不應該太多修飾 不應該用太多形容詞 所以歷史就是歷史 鐵板一塊 你直書幾件 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 這才靠近歷史 這在傳統上都是如此 其實也包括對新聞的看法也是 早期的新聞 其實到今天台灣的新聞界的教育裡頭 也還是強調什麼 強調要根據客觀的歷史公正的報導 也就是客觀公正 那因為要客觀公正 所以你的講 你在寫新聞的方式 也要跟歷史一樣 要很刻板 有什麼事 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 什麼人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為什麼 那如何發生 講完就好 可是呢 其實 講故事 才能夠讓一個 包括新聞 或者歷史 重現 所以大概1970之後 在美國 主要是美國 開始有一個對於傳統的新聞的 重新的認識 或者重新的主張 叫New journalism 叫新新聞 認為新聞也應該要強調 它的講故事的方式 新聞也可以像小說一樣的來寫 只要它的基本事實能夠掌握住 那也不應該排斥它虛構的地方 那這海登懷特在新史學上 其實是同樣一個道理 那他又怎麼樣去談歷史呢 懷特認為 一個歷史事件 如果按照它的次序 來排列成編年史 比如說1982年 1985年 1987年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編年史 那編年史要換成故事 那換成故事呢 故事又要通過情節的編排 來才能獲得某種意義 我讀這段歷史 我才會覺得這段歷史 能夠給我某些啟發 感動 或者觸發我某些想法 這是意義的意思 那最後呢 就是歷史記傳的題材要的選擇 通過了這樣情節 這些歷史才被存在 所以在海登懷特他的分析當中呢 我簡單的說 因為這個要講起來 又兩三個小時過去 他有四個 四種不同的 一個歷史學家寫一段歷史 可以用四種不同的情節模式 那這個情節模式全部跟文學有關 因為海登懷特本人也是個文學學者 第一個叫做浪漫的 浪漫模式 浪漫主義是那個模式 第二個是悲劇模式 第三呢是喜劇的模式 最後一個叫諷刺的模式 就好像我們看戲劇 戲劇大概就可以分成浪漫性的戲劇 還有悲劇還有喜劇跟諷刺劇 他的那個情節 換句話說他認為 在歐洲或者美國的一些歷史學家 他也找了四個不同的歷史學家 他去印證他們 他們寫歷史的方式 講歷史 說歷史 故事的方式 有這四種 然後接著他有談 這裡面還可以看得到 有四種論證的模式 一個叫形式論 一個叫機械論 一個是有機論 一個是情境論 也有人翻譯成脈絡論 所以形式論簡單地說 按照一個固定的形式的方式 歷史的敘述 在過程當中它有一定的模板 按照那個模板 我們可以稱為形式 那機械呢 就是跟機械的這種處理方式 有接近的部分 那有機呢 就是按照歷史情節的發展 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比如說在一個歷史事件過程當中 假設發生了戰爭 戰爭有戰爭的敘述模式 在荒機的年代 有飢荒的年代 那個飢荒又有飢荒的方式 這是有機的不斷的搭配 另外一個就是情境 強調歷史事件發展到一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產生的那種集體性的共同性的那種感覺 也稱為情境 也稱為脈絡 最後呢 就牽涉到寫作歷史的人的意識形態 那在懷特的意識形態裡面 按照西方 它就有四個意識形態 不是每一個歷史學家都一定如此 但是他的分析裡面 不同的歷史學家 會按照他的意識形態 選擇不同的歷史寫作方法 比如說他如果是個無政府主義者 他解釋歷史的時候 會站在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去解釋 我剛剛提到的激進主義 比較像社會主義的學者 他會採取對歷史解釋 對人類的生產方式 還有對社會變遷採取比較 包括比如說階級性的鬥爭 這一類的敘述方式 另外保守主義 最後一個是自由主義 所以這些都牽涉到一個學者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無所不在 意識形態也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基本的結構 意識形態絕對不是自然生成的 它是在一個大的結構裡頭被形成 有些人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產生了他對外在世界的一些觀念 比如說同樣的 我們簡單舉例好了 同志 在比較保守主義的角度是反對的 在自由主義跟激進主義的部分 它是贊成的 這就是意識形態 所以意識形態不會只在政治上發生 它發生在我們人類的每個生活層面裡頭 包括我們如何看待他人 我們如何看待一個人 也跟意識形態有關 而內心又回到我們自己的背景 我們的教育背景 我們的家庭背景 我們在社會裡頭受到媒體影響的過程 也當然也包括政治選舉活動的這整個過程 形成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一般稱為世界觀 或者有人說叫三觀 那不管是世界觀或者三觀 都是意識形態的表現 所以懷特用這個去解釋 歷史為什麼是這樣寫法 為什麼歷史學家寫同樣一段歷史 會有不同的解釋 比如說中華民國史 你在英國有英國的中華民國史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中華民國史 在台灣中華民國有中華民國史 這是當代 未來還會有新的一代又寫中華民國史 假設今天有一個美國的研究單位寫中華民國史 都會不一樣 每一部中華民國史都會不同 這個當然就牽涉到剛剛前面講的意識形態 其實也包括了講故事的方法 但懷特更有趣的是 他居然把詩的修詞的方式 也帶到了歷史裡頭來做分析 很有名 他用了四種比喻的方式 那個是在詩學理論最常用的 比如說隱喻 隱喻 他是一隻貓 他是貓 這是個隱喻 或者轉喻 天上的白雲 是我內心的蒼白 這是一個轉喻 那提喻 就是通過某些提示來比喻 最後一個叫做反諷 反諷就是在 不管是在詩小說戲劇當中常用的 電影也常用 台語叫做靠細 就是又靠 我靠我靠你靠 不管是隱喻 轉喻 題喻 跟反諷 被放到歷史的敘事當中 算是比較前衛的 不過他也在1972年就提出來了 那這樣的一個寫作的方式 對詩學界到現在還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贊成 有的還是認為不太妥當 但是不管如何 在這裡最少告訴我們歷史的呈現 是可以跟詩小說戲劇 用同樣的修辭方法 用同樣的語役模式來進行 就前面講了這麼多 其實也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這個年代 有很多東西已經不是我們過去傳統的一些想法 我們傳統的想法裡面會有正史為真 也史為假 會有那個想法 可是如果從一件事態 或者說一個歷史的呈現 因為不同的人的寫作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 對那一段歷史的解釋 他們用的史料可能都完全一樣的 但是解釋就是不同 最少讓我們知道 真相並不是只有一個 歷史也不是只有一套 所有的歷史所有的真相 都是經過拼湊 經過想像 還經過模擬的 或者說文學的講故事的方法被呈現出來 有一句傳統話說 盡信書不如無書 盡信歷史不如沒有歷史 但意思不是要我們不相信歷史 而是要提醒我們 歷史也是一個斷片 這個斷片是看哪一個史學者 用了最詳細的史料 然後按照他的歷史知識 還有他的歷史理論 忠實地呈現他所看到的那個片段的真實 那就很不得了了 那就很不得了了 那如果就詩跟歷史來看更是如此 比如說你對唐朝 對中國唐朝的印象 你大概會想到什麼 你比較大的印象應該像白居易 白居易不是有一首詩《長恨歌》嗎 那個對你的影響 又影響到你對唐朝的一些想法 你對宋朝的一些想法 可能來自水湖傳 那宋江 那個部分全部都是虛構 人名都是真 可是全部虛構 但那個虛構會造成我們對歷史的某些了解 換句話說 詩有時候它能夠幫我們留存下很多的歷史 但它不是真的歷史 它是一個文學創作者 或者一個詩人 面對著一個時代 或者一個歷史事件 非常感性的 或者說直書它內在感情的一種說法 那要看我們能不能因為讀它的詩 或者讀它的作品 而受到感動而定 那我想接下來我們談一下 台灣的新詩發展 在過去台灣的歷史當中 包括我接受教育的階段 大概我們談到台灣的文學史 一定會從五四 五月四號的五四 1919年的五四文學文化運動 這個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人 跟我有受過同樣的教育過程 可是實際上台灣在五四的這個階段 1919的時候 台灣被投資 它是一個殖民地 那這個殖民地的殖民主是日本 所以台灣的文學在1920世紀初期 受到的影響最大的還是來自日本 1895年之後 日本統治台灣 第二年開始有台灣的日文的教育 那這個教育裡面就徹底的從1896 從1896一路下來 一直到1920年 大概台灣的年輕人 全部都已經受到日文非常完整的教育 那這也就會使得1920年之後 在大政改革的這個階段裡頭 台灣的文學受到了日本文學最直接的影響 那中國在那個階段對台灣的作家來講 用祖國這兩個字可以代替 他們同樣也關心中國的五四運動 但是骨子裡最多影響他們的 包括日本文學的影響 包括從日本翻譯過來的西方的 特別是歐洲的文學的影響 特別大 所以這就會牽涉到我們如何去定義台灣的文學 那我用詩來講 台灣的新詩發展到今天 剛好一百年 那為什麼用這樣定呢 那是因為1923年 台灣有一個詩人叫做追風 但其實他也是左派的知識分子 後來搞政治做政治運動 他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 他叫謝春木 他當時發表了一首日文創作 這首日文創作叫做 詩的模仿 詩的模仿 用日文寫的 所以用日文寫然後寫台灣 這個在1920年代是非常正常的事 就好像我在20歲的時候 我用中文寫作 然後寫台灣也很正常 因為我受的是完整的中文教育 而追風受的是完整的日文教育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台灣的新文學一開頭 並不是用中文開始 那如果傳統文學呢 有漢文學 那就全部是中文 所以我們談到台灣的新文學的時候 五四運動只是它影響當中的一個部分 那到現在一百年 台灣有很多詩人 他們對應著不一樣的時空 日本投資 接著國民黨統治 接著228事件 白色恐怖統治 接著解除戒嚴 接著刑罰一百條修改 接著總統民選 接著政黨輪替 接著又重新 這樣的一個非常長的過程 一百年的過程當中 不同的詩人用他們的詩 來印證我們走過的年代 他們也用他們的想像 為台灣的這塊土地寫出了相當多遍的詩作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 也不妨多多接觸台灣的現代詩 以下我就簡略的 非常簡略的說一下這個過程 從日本統治連帶展開的台灣新思 因為他是被殖民的 所以他就擁有相當複雜的 繁複的台灣被殖民的歷史情境跟脈絡 我們如果從語言來說 那是最單純 你談台灣的文學 不管是詩 散文或者小說 你都會碰到三種語文以上的考驗 最大的考驗是什麼 剛剛我們講1920 1920一直到1945 甚至到了戰後的階段 都還有一群作家用日文在寫作 他們出現的時候在日本統治連帶 比較有名的像楊逵 像呂賀若 他們在那個階段裡面使用日文寫作 還有隆英宗 在日本的文壇揚眉吐氣 打敗日本作家得了日本的文學獎 這是台灣文學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研究台灣文學 有時候研究生還必須要讀日文 這個是很特殊 第二個是華文 也就是漢文的寫作 漢文的寫作當然牽涉到日本統治之前 台灣有大清帝國的統治 在大清帝國統治這個階段當中 台灣產生了相多的傳統的文人 他們在台灣寫漢詩 寫漢文 不過也落地生根 到日本年代幾乎所有寫漢詩寫漢文的 他們在讀漢詩 讀漢文的時候 都是用台語在讀的 像說漢文仙 漢文仙 詩俗教育也都是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語文 第三呢 是1930年代的時候出現一群左派的作家 他們從事社會運動 社會主義的運動 他們認識到勞苦大眾所使用的語言 在日本年代就是台語 台灣唯 所以在1930年代有一群作家 在日本人的統治底下 主張使用台灣話寫作台灣唯文 寫作台灣話寫出來的文章 台灣唯文 你看光是日本統治時期 就出現三種不同的語文 那這三種不同的語文 我們先從日文剛剛提到追風 追風之後有王白淵也是左派 陳其雲到楊次昌還有鍋水潭 這個大概1930年代之後 台灣的作家裡面通過日文 吸收了當時歐洲的一些超現實主義的 現代主義的知識 然後從而也提倡在台灣 提倡超現實主義的 用日文寫的詩 這是一條線 第二個是張我軍 就是上面那個張我軍 這是他在19 應該是192幾年的時候 21年的時候出版 出版地是台灣的板橋 亂都寫的是北京 當時叫北平 這是台灣的第一本 中文詩集 中文的新詩集 第一本 那從張我軍呢 他在北平讀書 受到了這個武士運動的影響 他崇拜胡氏 陳獨秀 所以他就寫文章到台灣民報 呼籲台灣的青年 要開始使用白話文來寫作 用中國的白話文來寫作 第三呢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1930年代 主張的人叫黃石灰 另外一位叫郭秋生 貴秋生 兩位大概都在平東活躍 那他們的主張說 我們既然台灣人要寫文學 在政治上 我們受到日本統治 所以主流都是用日文在寫 在種族上 我們跟中國 祖國有關 所以有中文 可是在生活跟現實上 我們用的是台灣話 那真正的白話 台灣的白話應該是台灣話 所以他們主張不要使用日文 不要使用中文 要使用台灣話文 這就是三條 那這三種不同的語文 都在同一個時代 出現生存並且互相競爭 所以台灣的新思從一開頭 就跟中國的新思不太一樣 中國新思很純粹 從胡適之後你看到新樂派 那新樂派你會看到徐志摩這些 他們所使用的語文就只有一種 就是中國文字中文 就只有一種 那這當中即使出現了少數的方言作品 也不成氣候 可是台灣不是 台灣有三種 那這三種當然像日文 今天已經全部不見了 可是台灣話 台灣台語文學 在台灣現在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看到中文創作 可以看到台語創作 那也可以看到客家話也出現了 客語文學的創作 援助民族的語言的文學 我想慢慢也會被看到 所以這都是台灣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把它稱為歧路現象 我們說歧路會亡羊 可是實際上越多的歧路 會讓一個國家或者讓一個文化 更多的更大 而且更多更豐富 等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了台灣 這個時候台灣的現代史 開始有一股新的潮流匯進來 過去都是日本師壇在影響台灣 這個戰後的階段 中華民國政府來之後 也跟著帶來了中國的現代主義 季權 代望書 他們在上海提倡的現代主義 也因為這樣轉進台灣 那就形成了一個新的不同的這種改變 一般來講 在台灣的高中教育裡面 大概這個部分都已經談到了 談到1950年代之後 台灣有三大師社 現代派 藍星跟創世紀 他們都是跟隨著國民政府 來到台灣的作家 因為228事件 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 台灣作家使用日文的 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們要必須重新開頭 學Burple Morpho 等到他們學會的時候 已經是1960年代的事了 所以沒有台灣作家跟他們競爭 部分的作家要不是被關 要不然就是被槍斃 要不然就失蹤了台灣作家 所以這個階段外省作家 第一代的外省作家 就很自然地控制了這個文壇 1956年季璇 他發起了一個派 叫做現代派 就主張現代主義的師派 提倡現代主義 到了1960年 也同樣是來自中國的作家師人 但他們主要是軍中的師人 洛夫 亞璇 張默 在台灣南部的左營 創辦了創世紀師社 一開頭是走戰鬥師的路線 反共的路線 但是到了1960年之後 他們轉而提倡超現實主義 主張要向西方學習 這個沒辦法細談 不過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從1945之後的台灣師談 一直到1950年代的末期 基本上都還是這一群外省師人 另外還有藍星師社 代表性的師人 隨便念一下 大概大家都很熟悉 季璇 秦子豪 余光松 羅門 洛夫 雅璇 商琴 周孟蝶 林亨泰 白秋 楊木等等 到了1964年 這個時候 過去因為受到政治上的抑壓 沒有辦法使用日文寫作的日本年代的那些詩人付出了 他們學會了用中文來表述 來寫作 後來成立了兩個社團 或者兩個刊物 寫小說的集中在吳卓流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 吳卓流 那是1964年 吳卓流的台灣文藝雜誌裡面 你可以看到像中兆正這些本省級的作家 所以他是本省級作家開始冒出頭來 同樣的詩人也組了一個詩色 叫做利詩色 帶著斗粒的利 卡薩 雷亞 帶著斗粒的詩色 叫做利詩色 那他們當時在整個現代詩呢 大概都被中國現代詩這個符號籠罩的底下 提出了比較本土的一些想法 那利詩人 我說他們是用迂迴的方式 因為其實一直到1980年 中國這個符號還是我們稱 不管是文學 政治 經濟 或者自稱我是中國人 常用的語言 是很正常在那個年代 所以利呢 要走台灣路線又不能講台灣 所以包括台灣文藝 在這個階段大概都是用鄉土文學的方式在推動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本土思潮 他們走的是主張文學應該靠近台灣的社會 靠近台灣的現實 應該反映台灣的現狀 所以他們主要是站在寫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的 但這一方面也對抗了超限制主義 也對抗了當時外省詩人或者外省文學家所代表的 這個現代主義的潮流 那一方面呢 也開始讓台灣的聲音可以在台灣文壇被看到 儘管非常的微弱 因為以我自己來講 我在1970年代讀大學 我們在讀大學的時候 跟我同年紀的文學青年都看不起 律師看台灣文藝 覺得他們沒有水準 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本土的年輕人 都有這個想法 所以他們是很微弱的 這個微弱要等到1970年代 新的風潮出現 當然這也牽涉到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被踢出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的席位 接著台日 接著台美 這不斷的斷交 導致了台灣在1970年產生了新的青年運動 這個青年運動 放在文學界 就開始有一群年輕的詩人 主張要把過去無限制的 或者說極端西化的這種文學風潮 包括現代主義 要檢討 這個時候鄉土文學出現 鄉土作家開始受到重視 在日本年代寫作的那些老的作家 他們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 然後又被1970年代的年輕的孩子看到 這個可以說寫實的鄉土的文學風潮 才徹底改變了台灣之後的走向 我在這邊舉的都是詩 所以大家也許比較不熟 有一個詩色叫龍族 有一個詩色叫主流 有一個詩色叫大帝 在1970年代站起來反抗 反對使用西化的語言 使用現代主義的方式表現的詩 他們主張詩要靠近傳統 要接近土地 要接觸人民 要跟社會對話 這是當時年輕人大概才20來歲 一直到1979年 美麗島事件發生 這個時候有一家詩刊叫陽光小集出現 這剛好連結起來 你會看到龍族主流大帝草根陽光 光看他們的名稱 會發現很好玩 一開頭的龍族還有中國的想法 我們敲自己的鑼 打自己的骨 捂自己的龍 這個龍就是中國的象征 就我剛剛講的1970年代 可是到了1979年的陽光小集 這當中已經走過了什麼 台灣的河流 台灣的土地 然後看到台灣的草根 最後迎接台灣的陽光 所以這一個過程 是一個在文學界發生的過程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的就是 那這個過程跟台灣的社會 有又有什麼改變 又有什麼不同呢 基本上我們談到台灣 1970年代的社會變遷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最早提出 這種鄉土概念的 大概都是詩人 小說家 然後接著呢 會反映到社會運動 反映到政治運動 當然這個複雜 很複雜 不過基本上我們都會看到 詩在這個階段 其實它扮演了 吹動社會改革 或者社會變遷的一些力量 這個力量不是很明顯 但是到後頭來 它的後徑其實相當的大 我剛剛提到的陽光小集 在1979年創刊 創刊的那個月 12月10號 陽光小集創刊在高雄 12月10號美麗島事件爆發 那陽光小集當時的主張呢 是要踏實地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與人群共呼吸 共苦樂 他們的主張就是非常靠近台灣了 這時候台灣的那個想像被看到 或者說最少在這群詩人的主張當中 台灣想像浮出來 好 到了1980我們就會看到 還有更年輕的一代 我剛剛上面這一些人 我就不一一介紹 都是台灣重要的 已久戰後嬰兒潮出生的詩人 比如說最靠近我的右手邊的第一位就是吳勝 第二位就是李明勇 第三位是鄭炯明 第四位是蕭蕭 這樣一路下來 我們看到了一大堆年輕的台灣作家 當然現在他們也不年輕了 現在吳勝都70多了 李明勇也是70多歲了 都已經不年輕了 那在1980年代的後期 我們台灣解除了戒嚴 這個戒嚴也促進了整個台灣社會跟文化的改變 也更加多元化 更加多元化就是不再有一樣的 或者完全一致的共同的主張 所以台灣走向開放 現代詩風潮也不再像過去那樣 會分為主流非主流 外省跟本省 創世紀超限時跟歷史刊 本土互相對抗互相對戰也減少了 那1980年代之後 我們如果看1990年代 大概可以看到幾個主要的 詩人的一些想法 我就簡略的舉 比如說政治出現在詩當中 其實政治出現在詩當中 在1950年代就有了 反共抗惡的戰鬥詩 但是那一類的政治詩呢 他是由上而下 是為了要貫徹跟執行執政者 或者主政者的意念寫出來的詩 所以通常我們不把他當政治詩 政治詩是對公眾事物 對國家的政治有不同的觀點 提出的批判的寫法 這個可以稱為政治詩 而不是永代政府的寫法 所以到1990年代 政治詩出 1980就出現了 接著都市詩也出現 描述不再只是農村 不再只是鄉下 開始出現了很多寫都市的 寫上班族的 寫各種後現代資本主義 社會下的現象的詩出現 另外台語詩 1930年代出現的台灣化運動 其實很快就結束了 因為日本後來發動戰爭 不管是對中國的侵略 或者是美國珍珠港事件的爆發 都使得當時的台灣 很快地就進入了黃民化運動階段 台語也好 中文也好 全部被禁止 一直到1970開始有人用台語來寫作 到1990就有一大群台語的文學家 作家出現 另外還有後現代書 以及大宗書 不管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 從1920年代開始 一直到了新的世紀 21世紀 21世紀之後 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 新的世代的詩人更加地開放 所以他們的寫作題材已經沒有限制了 比如說像1990年代末期的網路書 另外女性的 有的也叫情欲詩 還有同志 情色等等 乃至客家跟原住民族 他們的詩作都大量地出現 所以在這麼樣的一個歷史發展 簡短的歷史發展下 我們看到的就是台灣的新詩發展 就好像台灣的政治一樣 就是一座大花園 奇花 藝草 包括毒草都會有 台灣的詩人議題也慢慢地 從過去關注台灣本土走向國際 走向國際舞台 我想這個簡略的介紹 之後就談談我個人 其實如果按照一百年來講 一個詩人的出現是微不足道的 一百年下來天上的繁星非常眾多 我只是一個很卑微的寫作者 不過因為今天要談我為什麼要用歷史 或者我的詩裡面表現的哪些台灣歷史 還是簡單地做自我介紹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也很有意思 這張照片是1960年代 賣台灣農村的一個小雜貨店的看棒 這個看棒就是1960年代 整個台灣都流行的方式 這是我的家 賣洞頂烏龍茶 是第一家賣洞頂茶的專業茶行 我父親是洞頂人 當頂山不是山頂洞 洞頂人 當時賣洞頂茶不好賺 所以就必須要兼賣文具書籍 所以我家裡面 你如果看右邊 在各位是左邊 就是有書報雜誌還有籃球 右邊就賣茶葉 所以一邊賣茶一邊賣書 也因為這樣我養成了閱讀的習慣 我從國民小學三年級開始大量地閱讀 因為要幫忙照顧家裡的店面 小孩子沒事幹 我國校三年級已經認的字 可以閱讀了 所以一邊古店 那一邊就讀家裡的賣的書 這也養成很好的習慣 我小時候看書 不會去責任何書頁 因為要賣 所以看完它還是完整的一本好書 再放回去 那小孩子的智慧其實也有限 我們家不可能賣兒童讀物 都是賣大人看的 所以有時候用跳的看 所以就變成我後來閱讀習慣 速度很快 我可以很快地抓到重點就看完 那在讀的這個過程裡頭 從國校三年級到六年級 大概三年時間把家裡的一半牆 也不大 因為鄉下 大概就是五六百本書 大概就這樣 那多半都被我掃過了 到最後沒辦法 我連什麼書都讀呢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張之本的六法全書 也讀 那後來連什麼情書此讀 在那個年代 教人家什麼寫情書的那種書也讀 那等到我讀國中的時候 沒有書可以讀的 我只好想辦法 我寫信到台北來 因為我家在藍頭縣 那寫信到台北來 到這個三民書局 台灣書店 中國圖書公司 跟他們要書目 那我想要書目我就可以看到有些書單 那結果寄來了 寄來以後我選擇的第一本書 很慘 叫做离燒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本書呢 因為很簡單 我看到屈原 屈原大詩人 然後离燒 13歲的國中小孩 一年級 我在想又离又燒應該很好看 結果收到的書是什麼樣的書呢 是明朝科本的複印本 那上面就是明朝的讀書人讀的离燒 所以不會有標點符號 不會有任何的注音 不會有解釋 不會有問題意識 什麼都不會有 作者也不會有 連標點符號都沒有 我好不容易才買到我平生買的第一本書 受到這種挫折 13歲的孩子 內心裡面一定很不服氣 所以我決定我要弄懂它 我認為天下沒有我讀不懂的書 那要怎麼弄懂它呢 我要先查生字 然後接著呢 幸好离燒 他就是用西西西的 地高揚之苗一西 震荒跑曰博庸 舍提針於孟州西 凌予約正者 只要有西 大概就是一個窦號 那字數都一樣 所以句點也很好查 我就這樣把窦點 句點弄好 生字查好意思 大概懂一點 然後背 可惜我七天背完 七天之後還是不懂 很生氣 我不認為我連背都背不懂 那我抄吧 我來抄驚 我就把离燒 從第一個字一路地抄 抄完了也是不懂 所以很生氣 就下定決心 我要當詩人 你看這多麼可笑的小孩子的想法 這太沒有邏輯 而且太可笑了 原因只是因為 我讀不懂离燒 我要當詩人 要寫 未來要寫一本書 讓未來的十三歲小孩 背也背不懂 抄也抄不懂的書 那這個影響了我的一生 因為從這之後呢 我的目標就真的只有一個 人生的目標就只剩下一個 我要當詩人 就這樣而已 我很大膽 但是在鄉下 我父母親 反正這個小孩 喜歡讀書就好 所以也莫可奈何 好 那我後來就進入大學 進入大學之後呢 當然各位也會覺得奇怪 應該會喜歡讀書 應該可以讀上大學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小周折 順便講也好 我因為迷上了這個文學 喜歡詩 所以我大概從國中開始呢 就拼命買書 大概文學 史學跟哲學 這三類是我最愛 到高中來讀外國文學 但是也開始背詩經 中國的古典文學 我的時間幾乎都完全放在課外讀 都是自己找書來讀 所以國中畢業以後成績不好 就讀家裡旁邊的高中 因為那個不必準備就可以考得上 那高中畢業了很煩惱 到底能不能考得上大學 1973年的大學聯考應該不是很好考 錄取率大概是23% 學校不到大概20所左右吧 最後一所學校 第一所是台大 最後一所叫中國文化學院 我也想不到 完全想像不到 我居然考上了 我考上了這個文化學院 然後就進入了這個大學 接著大學以後 我想我從國中到高中 課堂都沒有上還能夠上大學 就覺得很高興 我就覺得那個詩的路是我應該走的 所以大學以後 我也開始一樣的寫作 但是我沒有發表 到了大三要接華岡詩社的社長 我想你要接一個社團 那你這個社團叫詩社 那那個社長總應該寫點詩吧 我過去有寫但是沒有發表 所以我就面臨了我要發表我的作品 的一個考驗 當時我就想 我如果要發表作品 那應該要有自己的特色 衡量1970年代的台灣 現代主義還算是高潮的階段 我那時候才20歲 所以我在想說 我應該不能跟他們一樣 儘管他們的詩我都背了 第二個 我自己有我的語言 我的語言就是我的母語 但是在我讀大學那個階段 我閱讀所看到的幾乎看不到詩人 用自己的母語來寫作 而我要寫詩 那我這個母語 我是不是應該首先我要去重視它 所以我就從這裡面發展出兩條道路 一條就是跟創世紀的超限時 族不一樣的 我走比較傳統的 而且用我過去閱讀离燒 被詩經所想像出來的 想要創造一個現代詩的新的格律 我把它稱之為詩行詩 另外一種就是直接用台語來寫作 所以就當時來說 台語是違逆國語政策 寫方言的台語 我記得那時候通常把寫台語的 當成中共共匪的同路人 所以就變成同路了 所以它有政治上的禁忌 更嚴重的是我根本沒有地方發表 報紙都不會看台語書 因為方言書沒有地方發表 最後我發表的地方 就是我剛介紹的台灣文藝跟歷史刊 因為他們是同仁雜誌 所以對我來講 在我20歲的時候 選擇了自己的一條路 那這一條路 在當年都跟現實 跟當時的潮流 不是那麼樣的接近 不過也很幸運 因為後來我慢慢的透過了閱讀 尤其是大學的階段 讀了相當多日本年代的一些雜誌 還有書 這個當然也跟我讀日文系有關 我在文化學院的圖書館 發現了像台灣青年 台灣雜誌 台灣民報 台灣新民報的復刻本 那是柔子匡復刻 那裡面有中文也有日文 那日文是比較古一點點的 比較古老一點點的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懂的日文 那就從那裡開始發現 原來在我的教育當中 有一大段我不認識的台灣 而且那是我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存在的年代 只是因為戰後沒有人敢提或者不再提 那我通過這些雜誌 通過報紙去慢慢的認識 到了1979年 我後來就畢業了 畢業了 我開始接觸的 或者我開始創作的第一首跟歷史有關的詩 就是這一篇叫做《五色》 這個《五色》總共寫了三百多行 報紙在那個年代 一整版就只有這一首詩 那關於這一首詩我想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時因為《中國時報》辦第二屆的時報文學獎 增加了一個詩獎叫做《敘事詩》 那我在台北剛找到工作 剛找到一家卡片公司 白天要寫詞句 寫那個書卡 各位以前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有一家叫《海山卡片》 《海山》《海山卡片》 我在那邊寫《 copywriter》 寫這個撰稿員 然後晚上回到家呢 我就開始找什麼 找日本時期的新聞 然後跟《物色事件》有關的作品 包括中兆正老先生他也寫過小說 然後去拼湊 1930年代發生在《物色》的《物色事件》 這個事件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1930年代10月27號 那個時候叫泰雅族 現在已經不叫泰雅族了 那莫納魯道還有花岡一郎 其實也還有花岡二郎 那他們率領泰雅族的同胞 進入了《物色》小學校 當時小學校正在開運動會 他們殺死了當時的老師日本尋佐 到最後引起日本開始壓制他們 所以拍了飛機 用大炮甚至灑毒氣 把他們逼到最後一個嚴窟 叫做《馬海堡嚴窟》 最後在那邊上升 因為毒氣進來了 然後我寫這個事件 是在1930年的時候 它就是全世界的國際新聞 是台灣第一次進入國際新聞的領域 是個悲劇 賴河也寫過 叫《南國悲歌》 就是發生不久 他立刻就寫了《南國悲歌》 所以我就參考這些作品 我就模擬假設 事件回到1930年 然後我是當時的太陽青年 我會怎麼樣的去想像 或者去鋪排這一段故事 那我就通過了《紫醜銀卯》乘4 到4結束 《紫醜銀卯》是一個時間順序 所以通過這個時間順序去描述 《物色事件》發生的最遠的原因 還有促成這個事件的靜音 到最後的結果 然後去詮釋一個弱小民族 當他面對著一個殖民母國 用殘酷無人道的方式 來對待他的時候 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反抗 那主軸呢 當然就是 反抗 站著 反抗 死掉 我用這樣一個想法 來構思這一首詩 那後來呢 這首詩呢 就得到了這個《時報》的敘事之獎 可是 現在回想起來 我這邊有寫 1979年 當時進入秋天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 我一字一句寫下《物色事件》的過程 那創作的同時呢 電視新聞在報什麼 那時候有黨外運動 那時候黨外運動風起雲流 電視新聞正在踏伐共匪的同路人 說這些黨外都是共匪同路人 他們用暴力 用幹嘛無辭 不愛國 那時候有愛國同心會 什麼的一大堆都出來了 所以一邊寫 1930年代 台灣原住民反抗日本的這一段歷史 一邊新聞裡面播報的是 我所處身的台灣 在威權年代 還不民主的年代的時候的媒體 的新聞報道 那我晚上寫 然後就感覺到 我好像在寫這個詩 好像在跟那個執政者在對談的樣子 那接著 12月10號 爆發了美麗島事件 這個時候的黨外運動的領導者 就紛紛被捕 慢慢的一個一個被抓 最後被抓到的是逃亡的施明德 然後到了三月還有這個大神 所以我那個時候寫的這首詩 感覺好像是在為美麗島事件的這些人 預作準備 這個就是當時大神階段的照片 那物色這首敘事長詩 是一種非常也可以叫巧合 但是也因為這樣 其實也導致我這首詩發表上非常不順利 按照評審過程 首講 我這首詩跟首講互相對抗的 就最後只有兩篇作品要爭手講 這一篇因為裡面的那種反抗太強了就下來了 那下來以後發表要到六月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爆色煩惱 所以一定要等到美麗島事件過了 然後大審審判結束了 再過兩三個月才發表 所以他發表已經很慢很慢了 好 那我想我來練一小段 這一首詩給大家做參考 練的這一段就是這一首詩的最後的結尾 當莫納魯道他們被逼到馬海堡嚴窟 面對著日本逐步逼近的死亡的威脅的時候 那一群人共同的想法 當然這都是我模擬的 給各位參考 悲歌漫版 我們死守在此 臨尋結傲的馬海堡 左前方是永暗隆密的森林 右側萬丈之下 詭譎血力的斷崖 偶爾傳來 夜屋哀啼 流水悲泣 部分同胞 避向更深的山裡去了 我們留置在此 灰暗烏裕的馬海堡嚴窟 莫納魯道 他面臂莫坐 右手腹上 躲著來回 尋走的是花崗一郎 他緊抿雙唇 不時望向空無的痛狗 那邊躺下來 衝動的蛙丹捕下我 沒有人說話 但一樣的心情暗暗傳遞 我們總算幹了 畢竟我們曾經反抗 站著反抗過 較之低頭叹氣痛快多了 回想運動會場上煞聲一吼 太夜聽見 也會喊首微笑的 雖然其後 我們由攻而守 由守轉退 先攻陷梅西 然後受挫獅子頭 再退守仁止關 槍聲嘶吼不止 呼嘯聲音回蕩 以致退回護舍 再被大炮逼入此地 無論如何 我們不愧太夜 我們已經盡力而為 只求死掉自己 現世的幸福希望 來生成所有子孫的尊嚴 和一點點自由 我們註定說 一群落葉 落 要落在太夜的土地 爛 要爛在物色的根性裡 春天會來的 那是新生的綠芽 將吸集我們的養分 但我們是已經疲倦了 請讓我們此刻休息 後面還有一大堆 我現在就只練最後一行了 現在我們必須走了 離開至愛的物色 太夜的眼睛和雙手正等著 必死的反抗 打不勝的仗 馬赫波西的水流 從此不回頭 必須走了 必須走了 死去的弟兄 寂寞的靈魂在哭嚎 我們要走了 秋天的樹葉一般 向霧色的大地落 傷痕太深 我們該走了 色日的祖先正伸手 一群落一夜 我們不能不走了 這是這首詩的最後一段 我想我那個時候還很年輕 才剛從軍中退伍下來 我選這個題材 也主要是在想 當一個弱勢的族群 被殖民的那個階段 當他們的神話 傳統 文化 受到殖民帝國的侮辱 甚至也包括他們的神木 被砍伐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悟色當時叫太亞洲 他們的內在的那種痛苦是什麼 乃至於最後 當他們被殲滅的時候 他們內在會有什麼想法 雖然只是我的模擬 可是即使到今天來看 的確如此 所有的弱者到最後 他是用站著反抗死掉 三個過程來回答 歷史的不公不義 好 那接著我們再往下 後來我退伍之後 我就進入了台灣的 最早是在卡片公司 接著到了時報周刊 那是台灣第一本八卦型的雜誌 大八開的雜誌 賣影歌星的應該叫做封面照片 就像以前的蘋果周刊有點像 一周刊有點像 那在那裡待了一年多之後 我到了智力晚報 是1979年之後 198081 我到智力晚報 在這個報紙裡面 當然會接觸到更多台灣的新聞事件 最初我是編副刊 後來就擔任總編輯 報紙的總編輯指揮記者 印象中比較深刻的 比如說520 李登輝剛當總統的時候 不是發生一個5620的農民運動嗎 那個是一個非常慘烈的運動 很可惜我那時候沒有寫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也曾經受邀 我到1985年到美國愛荷華 當時我是跟楊青柱 台灣有一位工人作家 叫楊青柱 在美利島的事件之後呢 他也參與了 也被抓 關了4年 那出獄之後呢 涅華嶺愛荷華大學邀請他 那也邀請我 我們兩個就一起到愛荷華 在那裡接觸了大概有40多個國家的作家 生活三個月 那三個月的期間裡面呢 讓我深深的感覺到 因為台灣已經跟美國沒有邦交了 而我們去的地方的每個國家的作家 他們都是有邦交的 他們都是有名有姓有國家的作家 那我跟楊青柱是來自於一個叫做台灣 但是沒有人認為你是國家的國家的作家 有那種感覺 我就想那我作為一個台灣詩人 我的創作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點能夠表現台灣的特色 後來我回到台灣 就用台灣的 在我們農民歷當中也還是很流行到 今天還在用的24個節氣來寫詩 那台灣的24節氣跟中國的又不一樣 比如說有大學小學 那台灣很少大學 偶爾有小學 那怎麼辦呢 我當然就要去想怎麼樣寫台灣的特色 後來就寫出了一本叫做《世紀》的詩集 其中有些詩呢 表面上寫的是景色 實際上寫的是台灣的處境 其中有一首我記得叫《大學》 大學就寫在哪裡流浪 寫在什麼地方流浪 寫台灣的當時的黑名單 因為言論跟政府不同 所以護照被吊銷 被吊銷以後不能回台灣 那在海外唱著 這個什麼叫做我這樣的歌曲 我就寫他們的悲哀 因為台灣沒有寫 可是我借他們的內心的那種孤獨來寫寫 這個是我那個時候《世紀》 《世紀》後來就被翻譯成了英文版 這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不過今天不會介紹到裡面的一些 另外亂到了我在大概自立晚報的階段 因為有政治事件 新聞事件很多 我自己不管是副刊主編也好 或是當總編輯也好 後來寫社論也好 有時候用社論要來批評政治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我只要有意見 我有看法 我針對某一件事有某一個觀點 其實包括我都寫過包括九二共識 我用社論寫過在那個年代剛發生孤王會談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分析了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結論很簡單 什麼叫九二共識 叫做沒有共識的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大家都沒有共識 那時候用社論就寫點出這一點來 各自堅持 沒有想到到今天還在吵 你看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好 也因為這樣我就出了一本詩集叫《亂》 看這個詩集名稱就可以想像我寫的是 1990年代台灣的各種亂象 我還記得這一本詩集出版的那一年 《聯合報》每年都有臺灣的年度字 那一年的年度的字就叫《亂》 就跟我的詩集名稱完全一致 不管是十行集《土地的歌》《世紀》跟《亂》 出版之後其實也受到一些好評 那儘管如此的 對我來講 我的詩要回應臺灣的社會現實新聞或者歷史 那我比較感謝的是《美日新聞》 曾經 日本這個《美日新聞》是個大報 曾經在它進入新的世紀之後 找了一位重要的學者叫三口守 介紹全球 當時的新世紀的全球的世界文學 臺灣的部分就選了我 這讓我非常感謝 那他介紹我的意思是 我的詩是解釋世界精神的語言 我不曉得它的世界精神是什麼 但最少對我來講 自由 人權 在我的詩作裡面 是佔了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去年剛出版這個《行旅》 比較輕鬆一點 總是寫在人生的行路當中所見所看 那主要也是寫臺灣 好 那現在我要介紹 從剛剛物色之後 我寫了一些歷史有關的詩 首先第一首詩要考驗大家 因為這一首詩用的不是一般的寫實主義的寫法 用的是後現代的寫法 我先練給大家聽 你覺得該笑你就笑 該哭也可以哭 一首被撕裂的書 1645年 掉在揚州 嘉定 漢人的頭 直到1911年 滿清末地也沒有向他們道歉 夜空吧 匡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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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 黑是此季匡匡匡匡匡匡 星星也匡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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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 框带上床 框框的声音 框框眼睛 框框尚未到来门 1947年想遍台湾的枪声 直到1989年春 还做着噩梦 这首词不知道在下上 就只听到框框框框 我还记得有一年 我到厄瓜多尔 参加这个诗人会议 朗诵这首词 当然有翻译 翻译成西班牙文 在这之前 他们叫我Mr.香样 这个练完了以后 都改称我叫做Mr.框框 就变成框框了 我就变成框框先生了 这首词我先说明一下 在1989年写的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 结束戒严之后 台湾的民间社会 陈永兴开始发动什么 228事件 要平反228事件的运动 后来在立法院 有立法委员执行 当时的立法院长 那时候的立法院长叫做 余国华 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 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 余国华 余国华 因为他自称 我是余国华 他有浙江音 那执行他 希望政府呢 要解除对228事件的一些封锁 然后要向228的家属道歉 那余国华呢 在这个行政院打询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写在前面三行 这三行就是他讲的话 我是总编辑 我看报纸这样报导说 余国华院长表示 那扬州事件发生的时候 家定事件发生的时候 满人杀了很多汉人 到了民国的时候 这个满清政府也没有跟他们道歉 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政府 为什么要跟228事件的人道歉 那时候的回答是这样 我是因为这样 就写了这一首诗 所以这个有它的历史 现在已经是历史 在那个年代 这个就是新闻 反映在新闻上 我还记得看出来没多久了 因为我用了那么多的空格 各位小学 国民小学的时候 不是要填空吗 所以就变成填空题 我有两个朋友都写诗 一个叫萧萧 一个叫康源 就真的把它填进去 把那些缺的都填进去 填进去可不可以 为什么我要用框框来表示 我先说明一下 历史从来是要被记忆的 可是在台湾很多历史是空白的 是不被记忆的 我们有时候用失忆这两个字 失掉记忆 所以在我们脑海里面 对这一段历史完全空白 那完全空白之后 我们就变成没有历史的人 我们的存在就跟这首诗一样 没有意义 因为看不懂 这首诗写到最后你都看不懂 没有意义 没办法解锁 表面上是这样 那其实呢 我的内在里头呢 这首诗它有深深的用意 我们来看题目 我们要怎么样读懂这首诗 题目叫做 一首被撕裂的诗 各位手上如果有纸 把它撕成三个断片 当然你们不会真的照我讲的 就立刻撕了 因为你们的纸是要记东西的 撕了三个断片之后 你让这三段 第一段第二段有空格的 放在那三个断片上面 那你想想它被撕裂了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拯救回来完整的这首诗 不是把它拼在一块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拼拼看 我们把有空格的第一段 跟有空格的第二段 跟有空格的第三段拼在一起 我们都从第一行来练 你就练懂了 夜空把夕阳带上床了 黑是此季唯一的声音 星星也遮住了眼睛 由着风雨敲打 尚未到来黎明的大门 这就在写二二八事件 国民党的政治的夜空 把整个夕阳带上床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台湾 整个世界是黑的 我要写的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诗用了这个手法 叫做后现代的手法 镶嵌 先把它弄成断片 断片以后再由你来组合 组合之后就能够读懂 这是一首被撕裂的诗 这首诗常被拿来讨论 好 接着 后来不是发生了三月学运吗 今天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 年轻的政治人物 大概都在三月学运参加过 那时候叫做野百合运动 1990年 我那时候是报社的总编辑 我们报社报纸人是不会参与到政治 但是我们要报导政治 所以我们都曾经到 这个中正纪念馆的广场 去看这些当时的学生 我看了又觉得内心非常不忍 所以回来就写了这一首诗 叫做野百合静静地开 写给三月学运的台湾青年 在1990你要想象 在1990台湾还是有戒严的 表面上1987年台湾已经解除戒严了 可是实际上还有一个 判乱罪还在那里 叫做刑法一百条 就是你只要内心想要判乱 就可以判你死刑 所以刑法一表达到1992年才 本来要废除了 后来就修改改成言论无罪 就是你头脑里面想什么 嘴巴讲什么 你说我要判国不会关你 也不会把你判怎么样 所以在1990这个阶段的台湾 年轻学生当时主要是对 李登辉刚上台 接蒋经国的位置 那个时候要召开国事运动 学生们要对台湾的政治提出很多观点 看法 那他们静坐在那里 刚开始是台大的几个学生 后来就慢慢变成全台湾各大学学生 都聚集到这里来 那我那个时候用白话来写 也论给大家参考 野百合静静地开 静静地开 在群山联手环抱的谷地中 野百合愤怒地 愤怒地开 在每一颗心都已沸腾的广场上 母亲多少年了 你隐忍在皱纹下的愤怒 我不知不觉 在这片生我掌我的土地上 山哀伤 河哀伤 田园也哀伤 母亲 多少年了 你眼烧情注的爱 我若知若觉 在这块叫我 遇我的广场上 日飞扬 月飞扬 天空也飞扬 曾经我耻笑你的口齿 如今我的舌 归于一般 像你的唇反肃 曾经我厌烦你的土气 如今我的心 土地一样 接受你的底细 你的爱 承受我的愤怒 你的着水 混淆了我梦中的黄河 我的愤怒却是你的爱 我的百合 生长自你绵延的山脉 母亲 现在我坐在这里 坐在你双眼 可以顾及的摇篮里 母亲 现在我坐在这里 坐在你双耳 可以倾听的风声里 母亲 你的愤怒 我的几代 坐在这里 我才目睹台湾的伤怀 母亲 你的挚爱 我的胸翼 坐在这里 我才听见祖先的叹息 母亲 我躺在这里 躺在你扶手垂肩的怀抱里 母亲 我躺在这里 躺在你额文身线的脸颜上 如果我的坚持 母亲 如果我的坚持 是母亲 你的烦忧 躺在这里 我才又回到你的身旁 如果我的错气 母亲 如果我的错气 是母亲 你的尘埃 躺在这里 我才重生为你的婴孩 野百合愤怒地开 在台湾每一寸土地上 野百合静静地 静静地开 在母亲 搏动的胸膛上 这是1990年3月21号写的 当然所有的青年运动 包括后来 后来野百合之后 后来还有很多的青年运动 也包括香港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纯洁 不管这个运动后来怎么发展 刚开始都是纯洁 你看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 北京的广场 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天安门的广场 包括这个 都可以看到年轻人 纯洁 热情的心 我写这个 其实就是 我多他们 其实也没有几岁 1990年 1990年我大概35岁 那他们那时候20岁 我大概多他们15岁左右 可是我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到 台湾需要这些年轻的人的热情跟理想 所以就写了这一首作品 好 接着要介绍一首很长的作品 但是我想 我们在国诗馆也难得听到一个写诗的人 用亲自为你朗读一首完整的诗 这个也是很特殊的 对我来讲也很特殊 我没有想象 我前不久才在国家图书馆 全场朗读 那也是破了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次的记录 因为台湾的国家图书馆没有找过诗人去朗读 就整场都在朗读了 今天来这里 国书馆我想也破了 因为国书馆应该没有找过现代诗人来这边联想过 那我谈这个诗 我想用完整的朗读 来让大家听听看 也许你光听就可以听懂我这个诗的意思 这诗比较长一点 不过幸好它有分解 我先读完 我们再来解释 这首诗叫做《我的姓氏》 但是它不是用台语写的 《我的姓氏》 灵阿物 我阿物诞生 在台湾湾的广阔平野上 迷路成群野草高手 迷路的童年 我走入群山 下探拥抱着美丽海湾的夹岸 奇异的帆船 红发蓝眼的兵数 拖枪 鱼冠走上岸来 我 阿物 冥冥中感觉 命运即将摆弄我 以及我的族人 为这一群陌生的侵入者 饲养 来自遥远的外海的侵入者 教育 学习罗马字 学习诺亚方舟的故事 上教堂礼拜 哈利路亚 慢慢忘掉我舌头熟悉的佐音 学习新的书写 我叫西拉雅 一 阿物 1662年吧 我38岁 迷路已然稀少 东风吹过军烈的土地 一如我常年种作的双手 军烈的还有田野河川 风中射缩着井子的 是我营养不良的看秋 同样在童年曾经迷路的山道上 我俯望塔幽邦的港岸 京旗飘扬 照耀港岸的弱日 身穿铁铁铁甲的兵士 整队上岸 我 西拉雅 已经可以遇见 不同的时代 同样的命运即将降临 京旗飘扬 飘在京旗的族人面前 他们自称为汉人 说着我不懂的话 我是西拉雅 他们说我是西拉雅 连同我的名字阿乌 也被更改 以着奇异的书写 在我眼前要物扬威阿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 阿乌 他被书写在翻漆上 因为他的出现 我耕种的土地 我童年的记忆 都只一样被撕掉了 这是我吗 阿乌 阿乌的堪秀 这一年也回去见 阿立祖罗 潘雅雨 1684年吧 年轻的阿乌睡着了 睡在迷路的山中 不再回来 睡在迷路的皮下 不再出现 而我 而我 60岁的老人 拼命找他 阿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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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屋外 有人呼叫 潘雅雨为止 潘雅雨 这是我吗 穿着汉人衣服的我 就是潘雅雨吧 这是康熙23年 我已习惯使用 侯罗威 使用字典 潘是皇帝所示的荣从 头上的稀疏的法办 旌旗一般 召唤着壮年时代 我的旌旗 我是潘雅雨 童年的我叫阿乌 壮年的时日 叫阿乌 想了60个年头 终于搞得一清二楚 在油灯点亮的夜里 三 潘雅雅雨 这是我吗 潘雅雅雨 这幅精致的探笔画像 挂在坟箱的厅堂墙上 仿佛我壮年时代 看到的夺我土地的汉银 唐山装扮 唐山装扮 头上戴着绒帽 眼光炯炯 白色的胡须 晚然冬天的光芒 飘动的 这样栩栩如生的汉银的绒帽 叫我及时在离开台湾 三百多年后的今日都还害怕进去 这是我吗 潘宫雅雨之灵位 香火鸟绕 一块木牌 一块木牌 淋着的是盘马刘氏之灵位 刘氏的岁月 从1624年开始 这是当年的阿吴跟他的坎秋吗 潘宫雅雨 祖籍荷兰 来台开机组 罪过啊 我阿吴居然取代了阿吴祖 在这逐渐昏黄的公妈听中 接受看来是我子孙 却又不是的汉银莫拜 他们依序上香 年老的潘雅雨 用着我听不懂的日本话 中年的阿吴用我听不懂的中国话 年轻的阿吴用着我听不懂的环阿吴 他们依序上香 没有一个人 使用我们戴沃万三百年来 我连梦中也没有忘掉过的熟悉的着音 这是我吗 潘宫雅雨 这是我的子孙吗 潘宫雅雨是十六代孙 十七代孙 1998年吧 我仿佛又被拉回十二岁时成群的米路中 迷失了回家的路途 野草高手 姓氏不明 这很长 但是分段了 这应该可以用剧场的方式去演出 1998年写的 写什么呢 在我们台湾有很多平谱组 这里写的是台南 台湾的西拉雅 西拉雅组的故事 我是假设 在1662年的时候 有一位年轻的西拉雅人 38岁 然后看到了什么 更早 在1624年那个阿务就诞生 到了1662年38岁 然后后来随着不同的国家进来 最早是荷兰人 河南人 河南人叫他用罗马字读圣经 用罗马字读书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文字 这个文字后来被称为新港文书 新港社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清朝来的时候 这个文字又成为他们卖身的田气 到最后汉人呢 把他们的土地都买走了 所以这个一路写下来 然后又有日本人来台湾 又控制了他们 到最后呢 最后的结果是 他们成为汉人 公马听民定的牌位 那个牌位叫做班公亚语 他已经成为汉人了 而且是有祖籍了 祖籍来自荷兰 所以到最后 自己的身世 自己的姓名都不明 这其实也在讲台湾的命运 好 那时间剩15分钟 我让他写最后 练最后一篇好了 练最后一篇用台语来练 练红吹 这是在写最近的 这个两三年前 2020年写的一首诗 写1895年 以为日本公台 公台的时候 有相当多的客家人 起来反抗 这写的是客家人反抗的故事 我本来用中文写 那客委会要求我去朗读的时候 就告诉我你要用台语朗读 所以写给客家的反抗的诗 我却变成要用台语来练 不过这也很好 不同的族群 要互相的知道对方的历史 这首诗叫做《风吹》 练完后我再解释 一百姜五年 一百姜五年 一味春天 风在吹 吹过护照 挂白里冠的春趟老 台青帝国和日本签罗马冠条约 一定普文得意的笑声 把马点民政的气鬼 变成黑手手的一片文 台湾啊台湾 只是化作李弘将 潜意了后 飞出嘴的谈 五分对风波 波到台湾的欧帝 吹过三条娘 九分吹过水风 吹过贵人港吹入台北山 吹出一个第一名的台湾民主国 在想有款掘地来出门 八世的分期 得国到柴渡 对土屋行到新的乡 对三角英到代价家 对南十八尖山和八卦山 四个都有对头风的吹 风的吹 吹过大度吹 青山泡山 这段那儿也有点 风在吹 吹像八卦山 五分大顶 塔顶 五分塔顶 这四 那儿也四 见识的灵魂 吹在山尾流 深渴寒 吹到台湾不甘 风吹 风吹吹 当山的山头已经断掉了 只存两里白酒 吹无情的欧魂 金金的眼看 这首诗写的就是 抗日的制式 在当年到最后的结果 已经被呛毙了 他的两只眼睛还是眼睁睁的 看着天上无情的黑云 欧魂 好 那前面有一些诗我就不练了 因为时间也不够 我其实也写过二二八 但是用写给层层坡的方式来写 那是在2000年的时候 另外写过报禁 台湾的报禁从1949年开始 一直到1978年才解除 报禁解除之后 台湾的社会才有新的改变 所以我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 为报禁解除 写的一首《禁》这首诗 好 我把它练一下好了 最少让我们重新回到 那个到处都是禁的年代 金利的淘盟 所以男生要理平头或者甚至光头 女生要有鸭屁股 禁 禁所有的一切 仿佛一起捆绑的签字 我们曾经被紧紧捆服 在不准思想的框架之内 舌头和语言一并遭到捆服 且不可逃离天地之间 仿佛左右监看的眼睛 我们曾经被严密监看 在不能行动的牢房之中 神情和知识一并遭到监看 且不许跨越雷迟一步 我们因此学会自我检查 检视无声的字 擦拭其上残余的血泪 查看无情的眼 回避旗下阴痕的爪牙 在被禁锢的年代 白即黑 黑即白 在被禁锢的人代 没有黑白可言 黑的就是白的 白的就是黑的 看谁说的 好 我今天的报告 到这里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 做一个简单的结语 旁边这一幅 木刻 是我刻的版画 大概在1991年 大概写作这些历史的诗作的时候 这一幅版画 其实是来自大概应该算是18或者17世纪 当时英国有很多人类学家或者旅行者来到台湾 为台湾的平补祖的一个母亲 她抱着婴儿 第一张是照片 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母亲抱着婴儿 你们在上网就可以查到 另外一张就是图 我看了有感 我想把它变成木刻 就说刻了这一张 这张我最满意的就是那个四只眼睛 母亲的眼睛 请大家看母亲的眼睛 忧伤着孩子的未来 然后再看孩子的婴儿的眼睛 看不到未来 渺茫的前途 就好像我刚刚念的那个希腊亚族的悲歌一样 刻这个也花很多精神 我记得我刻这一张应该花了五天 第一次的版本是没有睡觉 磕了二十四个小时 然后接着再休 再休了四天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曾经接受过报纸的访问 那时候夸下狂言 现在都做不到了 就是说我要写台湾史诗 今天站在这里又觉得很惭愧 我想有一天应该也会写 但是是不是能完成我没办法保证 用诗来写台湾 写台湾的历史 写台湾的土地 写台湾的人 我想这是我个人自我要求 奉献的对象 台湾要迎向海洋 我也希望用我的诗 能跟国际社会来对话 但是我的对话不应该是 归趋在国际 而应该是表现 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的重要在于 它跟国际社会的不同 台湾的诗人的重要 应该在于它能贡献给国际的诗坛 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那就是台湾 我想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感谢 非常谢谢 你说得很对 不过这个 总要有出版社找我吧 对不对 不过我想没有关系 我在YouTube上面有一大堆 我乱练的东西一大堆 还有包括别人唱我的歌 我自己其实也有用Podcast 我自己也有朗读 而且是深夜12点在软软 朗读的 也放了好几首 后来都没有再继续了 所以今天在这边听到的算是很不错了 就贪掉 我的声音只会越来越老 越来越低沉 越来越微弱 所以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我也很想 但是我相信也会达成 包括我的台语诗 现在有50首台语诗 都值得朗读 今天因为在国诗馆 所以选的都是跟历史有关的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可能会朗读 那种世界游战留来的事 我们还可以听歌 那种感情的 爱情的 想念朋友的事 都有 谢谢你 如果未来真的有有声书 希望你是第一个读者 谢谢 谢谢 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 在文学或者艺术的创作当中 上天下地没有一样不是题材 所以像历史 政治 哲学 或者包括地理 这些都可以是诗写作的题材 那我们会称这个是历史诗 或者叫做史诗 原因是因为他用诗来表现历史 或者解释历史 甚至有些诗人 故意要翻转历史 或者污蔑历史都可能 都被容许 但是他不会叫做历史 他就是诗 他在诗里头 我们会说比如说地质诗 地质不是那个动物的地质 就是地理方质 这个在历史里面 也经常有地质这两个字 那现代诗人用地质诗写什么呢 我到宜兰去旅行 我用宜兰的地理 人文来做素材 放到我的诗作当中 这个叫地质诗 但他不会是地质 因为他不可能把真正的地质 写得很明确 他只是一个感怀 我们在看罗冠宗的三国演义的时候 长江东去什么不进长江滚滚来那一类的 提的在前面那个诗 那个诗也是个历史诗 可是他不会是历史 罗冠宗的三国演义 其实也不会是历史 他就是演义 他是一个小说作者 对历史事件的诠释跟解释 或者甚至延伸 那里面难免会有他的偏见 有他的对历史的观点 就是我一开头那个引言那个部分就提到的 所以大概就如此了 我刚刚听你讲 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他的修辞非常好 他讲话的修辞 修辞非常的好 当然对于我有太多意美之词 但是里面讲到说 国师馆开放让所有的都进来这里 这我也深有同感 国师馆就应该是人民的历史馆 所以我很感谢国师馆 能够请我来谈我个人的创作 虽然是那么唯末不足道 可是最少在国家的历史里头 我们可以听到台湾诗人的 微弱的声音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而且打死不退 你们都打死不退 我看到现在都还坐在那里 你们也是我演讲过程当中很少见的 我通常演讲的对象不是学生 要不然就到学校去都是老师 今天比较特殊 都是关心台湾历史台湾前途的朋友 我记得你们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